虽然东京奥运已经过了差不多一个月 但是大家对运动员的支持仍未减退 最近人气急声的港队羽毛球运商代表借影雪 这天就带爱犬啤啤出席宠物食品活动做一日店长 雪雪还即场跟球迷合照和签名 其实有些球迷有跟我说过 今天会过来支持我 但是我都没想过来到之后原来这么多人都很惊喜 一直对流浪狗关内有家的雪雪 原来她的爱犬啤啤都是领养的 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的啤啤都完全没有紧张 还眼睛碌碌很精灵 她其实都不会特别紧张 因为她都很喜欢和人玩 又喜欢人家摸 所以其实她今天都表现很好 很乖 我自己就当然很惯着啤啤 但是我看我朋友的照片 我就觉得她是没有挂着我的 因为只要有零食 其实她就什么都可以 所以每次都是我自己很惯着她 虽然雪雪近期频频出席公开活动 不过为了未来十月的比赛 她都已经默默开始备战了 现在都慢慢练回状态 因为之前都一直有伤患 可能我们完成奥运之后 又隔离了七天 那个状态都下跌了 但是因为再之前就因为太急了 所以弄傷了手头哥 所以今次希望可以慢慢上 令到不要有受伤 继续做力量 去稳固肩膊和膝头 或者膝头哥 其实去到比赛的时候 都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